人家問說 下集你怎麼沒有化妝 我說免自己還要化妝 有活力 不會拒絕人的這個好朋友 今天我們是舉辦萬華史上 第一次的萬聖節大遊行 邀請親子一起來參加 以及我們在地的立法委員林昌佐 我們在地的議員 大家都一起辦妝來響應 那最重要的是 這一次我們是跟在地的商圈 加納商圈一起來合作舉辦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店家 也會幫我們在門口擁有這個討堂站 然後我們在地有33個禮辦公室 一起來合作協辦這個活動 那我們希望萬聖大遊行 也可以未來成為萬華的一個觀光名產 每一年都可以來舉辦 介紹一下你今天辦的 我今天辦的是冰雪奇緣裡面的安娜公主 她是Elsa的妹妹 所以她特點就是 她雖然沒有太厲害的魔法 可是她非常的勇於挑戰 所以希望未來我們也可以當 中正萬華國會的女戰力勇於冒險 然後可以把每一個難關都克服 那剛剛總統有說她要支持你 就扮演總統那個女生 那其實是我們在地裡長的太太 她其實不用扮就長得很像小英總統 所以平常大家看到她的時候都會說 小英總統來了 今天她只是戴上一個眼鏡 就已經很像小英總統 我們也希望未來我們在地的活動 可以邀請真人版的小英總統 親自來站台參加 世間大哥因為她可以說是 應觀眾要求親自出席 因為大家聽到我說要辦萬聖節活動 都會說那我們議會洽集會不會來 所以世間大哥在萬華 其實過去也是她有服務的地方 在萬華她在地的好人員 大家都認識她 然後小朋友也很喜歡她 但是我本來說要幫她準備 她說不用準備了 因為她本人本體就是洽集 不用化妝就像洽集 只有王世堅是可以不用化妝 就有戲劇的效果 所以今天非常的感謝世間大哥 也在自己的選舉百忙的行程當中 抽空來萬華陪小孩一起同樂 那世間元前幾年說要拿刀砍 柯文哲那今年呢 今年拿刀呢 不 我們玩笑歸玩笑嘛 但是面對柯文哲 我們還是要以政策 跟過去的政績 來跟柯文哲做一個比賽 那我相信選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那今年是對上蔣萬安嗎 刀是對上蔣萬安嗎 對 可是對蔣萬安 我們除了耳提命命以外 我們也有對她有一些期許 因為蔣萬安其實很清楚 她希望在今年2014的選舉 她希望遠離這個戰場 這已經她的態度已經非常清楚了 她知道她現在要面對的是 她剛上任市長 那她總是要好好的做 那麼要對選民有個交代提出市政成績 要不然她很快的就會被淘汰掉 所以她很清楚 而且2014總統立委大選的結果 那蔣萬安已經看得很清楚了 那蔣萬安已經看得很清楚了 所以我想她現在只是應付式的 幫她們的黨 那做一些站台而已 那為自己的打扮打起來 沒有 我平常就是這樣 所以我沒有什麼打扮 我沒有打扮 不是 因為要最好的這個裝扮 就是不用裝扮 就是做自己 演自己嘛 所以那個佩譯議員她也是 她就馬上就同意我的說法 本來她有幫我做了一些裝扮 那我認為演自己還需要化妝嗎 今天那個佩譯裝扮成那個 冰雪學院裡面的那個 安娜公主她雖然她很謙虛說 她沒有什麼法律 但是我是文化學院的鄧布利多 校長我有滿滿的法律 我們都可以傳授給吳佩譯 來打敗鍾小平這個惡魔